《玩具TV》第十四季第三集 算是第二節 今次要和大家介紹的就是出賣年 如果小時候有看過《奔離套》 你小時候有看過《奔離套》 我剛剛聽過了 應該你不懂的 我不想過第二回稿 《奔離套》這次是由Soup Studio介紹給大家 這款特別的地方是樹枝形成的產品 大家可以看到這款《奔離套》 看到不同顏色的水 其實它是用了絨毛的賞色方式去噴 真是絨毛 但裡面是樹枝 其實這件產品也很聚首 聚首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 這裡它這個特別的地方 除了這一點之外 其實它整個東西都是樹枝造 但裡面那時的磁石 方便大家做一個做法 不差了整個拔出來給大家看看 真是 魔術帽 彈出來的就是《奔離套》 《奔離套》 本身這個位置都是攝石來的 你對上那個位置放進去就完成了 除此之外 就看到它的眼鏡 沒錯 它的眼鏡有一個特別是 它的眼鏡也是有磁石 當然現在這個是量版 之後大家有看到它的眼鏡 戴上去也挺有型 這樣就不會那麼容易掉下來 因為裝磁石 最重要的是 這個《奔離套》 我覺得它是用了最經典的造型 所以我相信 一支出米年系列 即是一些 以前小朋友那段時間看過《奔離套》 反而會覺得這個造型 其實是很熟口熟眠的 不過我反而真的不知道 如果是一些新的小朋友 有沒有機會可以讓他們看看 當年的《奔離套》動畫 我想那幾個人 當年的《奔離套》動畫 你有沒有看過嗎 沒有聽過 你這些擺明是他通人物 大哥 你應該是看《爆船堂拿大》 是嗎 《聖光美少女》 是嗎 是 我同年《聖光美少女》 是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都可以留意SOOP的官網 沒有記錯 應該是五月那段時間出貨 價錢的話 我相信大家直接上去SOOP Studio 那個網頁提供 可以留意價錢和需要的話 就預訂 不過到期間 我相信很多玩具店都有 應該有 因為始終他這些都是一個不錯的擺設 尤其是《奔離套》的產品 真的近年來也很少 是 SOOP也很有誠意 他們自己特意去拿拉伸 怎樣都好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需要再複雜地介紹 有興趣的 就上去SOOP Studio的官網 看看它的價錢和大概的出貨時間 或者到期五月之後 我去到各大的玩具店 看看吧 差你 什麼都可以 做到一個人 什麼都可以 做到一個人 建立的 我們大家可以 可以 做到一個人 你一定要做到一個人 有興趣的 做到一個人 吃的 我 可以 做到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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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